嗨 大家 好 先開始喝一下酒 聖誕節快到了 我們今天 你們很認真 今天很認真 準備超多東西 學長準備了很多的道具 要來跟大家示範 聖誕節到了 我是Caffeine的地主Elsa 然後今天 隔屁的 她是Vivi咖啡學長 哈囉 又到我們每週一晚上的直播時間 講慢一點不要緊張 好 講慢一點 因為今天 好 因為聖誕節跟跨年的時間 已經慢慢開始有那種氣氛的感覺 哈囉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企劃了 一個跟聖誕節相關的節目內容 然後除了待會會推薦 大家請加油咖啡調酒 或是用酒入咖啡 或是咖啡入酒的咖啡店 然後還會有一些 我個人滿去過 然後滿喜歡的一些酒吧 然後都是比較隱密的這樣子 從台北啊 台中 高雄 台南都有 哈囉 大家晚安 然後除了會介紹 推薦一些店家之外呢 然後學長 她今天把她的那個 看家本領都搬過來了這樣 她會示範兩款 很經典的 她算咖啡調酒嗎 算計算計算計 算嗎 算計就是 很經典的咖啡調酒 第一款是艾爾蘭咖啡 應該滿多朋友都有聽過 艾爾蘭咖啡它就是加了威士忌的一款咖啡 然後另外一款是叫皇家咖啡 皇家咖啡呢 待會學長會跟大家聊一下它的典故 那它主要是加那個白蘭蒂 那這兩款呢 它除了會示範一款比較專業的製作方式 然後還會有居家版本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在家也可以製作這樣的 可以喝了有點微醺的一些咖啡調酒這樣 然後有一些過節的氣氛 好 那這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喔對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選的 都是一些比較有捷徑感的 捷徑感的東西 或是美美的顏色這樣 把聖誕快樂 大家想好聖誕節要去哪裡玩了嗎 還有呢跨年 對 你要是已經安排好了 對如果沒安排好了 準備再加一當孤單老人 哈哈哈哈 什麼冠雨 冠雨先生說什麼 下面放蟲洞就紅了 你什麼都蟲洞 蟲洞王 蟲洞王 T恤王 OK齁 我看到你的綠色跟紅色的聖誕配色T恤 喔真的喔出來了喔 對真的看起來很像聖誕樹喔 好綠喔 對好聖誕快樂大家聖誕快樂好開心喔 耶 好 回歸正題 OK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最後 今天節目可能會很長 今天節目可能會很長 因為我們今天整備超多東西的 先給我來一點白蘭蒂 好好好 我們今天整備兩支酒 所以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欸好先給你來一點白蘭蒂好了 先喝一點 我喝喝看因為我是新買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喝 好喝喝看 看我們公開在節目上酗酒叫對嗎 呵呵 大家有人愛喝白蘭蒂的嗎 喔其實蠻香阿 白蘭蒂你覺得不香嗎 可能是我剛剛先喝的威士忌吧 威士忌齁 今天準備的是這一支 待會會用這一支幫大家做那個 白蘭蒂 愛蘭咖啡 愛蘭咖啡 然後今天會用剛剛那一支白蘭蒂幫大家做 黃家咖啡 嗨Morgan Merry Christmas 下個禮拜 這樣子 想喝 好 對不起我激烈酒很弱了 所以我哇好蠢好濃喔 很火 好先跟大家聊一些 有一些可以喝到咖啡調酒的地方 好不好 或是就專門的調酒吧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把我的聖誕樹放上去 好 第一間我還是 我會把自己真的很喜歡的挑出來講 第一間我想要推薦的是一喜咖啡 一喜咖啡 你一個人去喝 我覺得建議最多兩個人去 那你可以在那邊喝到很好喝的 很經典的義式咖啡 然後也可以請咖啡師小高幫你 調一杯有加酒的咖啡 然後在那邊聽爵士樂 享受台北的夜晚 我覺得那也是很棒的一個選擇 一喜 對一喜咖啡是第一個閃過我腦海的咖啡館 你之前喝的它加酒是什麼 呃 它是用手沖然後加 加一款那個叫什麼 Avocato嗎 哦啊啊啊 什麼Cato的 對也很好喝 嗯 你喝的是那一款 但是我之前喝的是 呃 加了勤酒的 喔勤酒的 那叫六花勤酒 啊 日本的勤酒嗎 嗯 義式 義式加 嗯 好像是義式我忘記了 嗯 加六花勤酒 那這勤酒很好喝喔 嗯 所以那個 本身勤酒很香 那是勤酒很乾淨 雖然勤酒裡面算很乾淨 而且它有一點白花香 嗯哼 然後它很酷的地方是 如果你加 它官方建議你加薑片一起喝 嗯 就會有特殊的花香味 勤酒加薑片 自己把薑片加進去 然後跟勤酒 你要加汽水也可以 加水也可以 然後調一調以後 然後就可以喝 喔 厲害喔 這個我想試試看 那我覺得勤酒本身就有很多那種草本的味道 就杜松子的味道 對 加那個薑片搞不好蠻適合的 對 然後那個 一席他們現在是做跟那個 跟 黑糖還是什麼糖 一起 一起進去混調 也很好喝 對我之前有喝 算是咖啡展還是哪一個 哪一個展 日久我忘記了 很好喝 對所以一席的小 對有很多隱藏版的那個 對 可以跟小高哥一起研究一下 如果你想要喝一點 有節慶味道的 想要有一點 哇今天聖誕節要嗨一下 對 不知道聖誕節會不會開 他不會 好這是一席 然後第二間 今天蠻多間的 第二間是大道成的小城外咖啡 小城外 當然是有人問我會推薦這一間 因為他那個 Bartender也是一個咖啡集人 他的咖啡調酒不會搶咖啡的味道 你還是可以喝得到咖啡的風味 然後再把酒放進去這樣子 所以小城外的 大道成的小城外也是我很推薦的 絕對是專業的 專業的酒吧的感覺 你接近專業 已經是專業酒吧了 對 然後裡面酒真的是數不完的酒 艾爾蘭咖啡 我之前那邊喝的是 在小城外喝高薪節 在那邊辦活動 喔 那是 你有幾進去 我有進去 然後他們 我喝了兩屆的 因為他們兩屆的指定 咖啡調酒大賽 直立飲品就是艾爾蘭咖啡 就一定要做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抽籤的 那直立飲品是艾爾蘭咖啡 我喝過艾爾蘭咖啡 然後是用Gaisha做底的 艾爾蘭咖啡 很好喝 很好喝 非常厲害 然後因為這個事情 我還特別去買葛瑪蘭的威士忌 它是用葛瑪蘭的 它用葛瑪蘭的威士忌 那是葛瑪蘭的威士忌 買蠻貴的 一支好像快兩千塊一支 喔 是葛瑪蘭比較好的威士忌 所以小城外也是很多這種酒元素 對 蠻強的 嗯 那你們喝不到高薪節的調酒了 因為已經比賽結束了 真的是不錯的 小城外是一個酒的底子很厚的 對 因為它一半是咖啡店 一半是酒店 對 早上是咖啡店 晚上是酒吧 當然你也可以去那邊 純粹喝咖啡 也沒有問題 這樣子 對 好那第三間的是 你現在台北 它叫霸春花 霸春花還是最近很夯的一間 紅到一個擠不進去 我們那調酒也非常好喝 因為它的店主人 其實也是咖啡 咖啡師出身 所以它那調酒也是很多那種infusion的東西吧 他們會自己做一些 你可能要怎麼講 infuse就是我的酒 然後我自己用一些風味 譬如說我把橙花放到酒裡面 去泡製 但是我跟你講 最近infuse比較尷尬 為什麼 所以你不能說 你不要跟 因為infuse最近呢 如果都有看新聞的話 infuse算是一種酒精再製酒 就是自己私人的再製酒 所以現在最近有人在探討說 這樣子 私人是再製酒 它有符不符合衛生標準 哦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 一般的酒都是要出產 一般來說都是經過檢驗 就是瓶子要消毒 那裡面是沒有含菌量的 對 所以是有衛生標準 但是最近呢 國際上面都在探討說 也不是國際的台灣 很多很多吧 就是被人家說 它的再製酒 infuse的過程之後 是不知道符不符合衛生標準 哦 對 因為那畢竟是自己在弄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最近這個議題比較 其實還 大家都在探討這個事情 有在討論就是 探討這個事情 但是 确實infuse是那個 酒吧裡面的一個 啼呼味 對啊 就是可以喝得出 他們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對 因為把自己 比如說 把很多風味放到自己的 喜歡的酒裡面 再做更多的複雜度 對啊 像我上次喝那個 它就把培根泡在那個威士忌裡面 對啊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對 然後還有 他們還跟那個 春花還跟 Covid Thin的合作 對 春花裡面有一個是 加了 Espresso的調酒 哦 然後咖啡就是用 Covid Thin的 的 汽底 對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 咖啡喜歡酒的話 去春花其實有很多 也是寶可以挖 對 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很隱密這樣子 對很棒 你知道之前他有那個 找那個 日本的 調酒師 我知道一個 來客座嗎 對 根本就擠不進去 這次你就沒有擠進去 我剛好沒時間 然後要進去了 很棒 很厲害的酒 很厲害的 酒 好 對 好 那第四間是台北人 奧斯台北 對 那他也是很隱密 他在一間餐廳裡 這是吧對不對 對 這是吧 對 好 沒關係我只是個人推薦 好 快轉到第六間 跳這麼快 台中 我覺得今天會講太長 台中的好吧 好吧 他也是 他是隱藏在一個 賣乳液的 還是什麼服飾店後面 然後你進去要先按那個通關密語 然後才可以進去 所以是按什麼 按一個按鈕 他的按鈕是藏在一個 讓你比較找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還是要在門口找一下 很酷 對 你要有點像破關的感覺 嗯 然後裡面是比較 呃 比較Gentleman的那種風格 哦 我好像有知道耶 台中的好吧 好吧 他是像金斯曼那種 金斯曼那種 對 那種風格 有嘛對不對 我好像有看到相關的報導 對 就你 是B1嗎 沒有他在一樓 喔一樓裡面是 是在一樓嗎 有點忘記了 好 那接下來是台南了 台南一定要提到的是 TCRC 大家去台南 因為大家很喜歡去台南喝咖啡 咖啡之旅 那你喝完咖啡 就一定要去TCRC喝一杯 那你有看他們最近比賽的作品嗎 他那個小籠包 小龍菲迪 對小龍菲迪 好想喝一看 會喝醉的小籠包 把小酒放在小籠包裡面 對啊 神作 好想吃喔 我曉得有沒有人已經吃到了 小龍菲迪 小龍菲迪 聽到我都暈了 真的是一絕耶 他這樣可以把小籠包 肉汁 嗯 然後酒 對 所以不管你是 可以很值得去朝聖一下 對 TCRC還是 畢竟也是入選 亞洲前五十大 對很有很有 一直都入選 其實五十大 他也是在一個老宅裡面嘛 所以其實他喝酒還蠻有味道的 嗯 然後接下來是高雄的萬霸 萬霸 高雄萬霸 他也是一家 很有日式昭和時代的 你一走進去就會被他嚇到 因為他真的是裝潢的很 有一種六七零年代摩登的那個感覺 那他的酒吧 他一樓是咖啡廳跟餐廳 他的酒吧在三樓 你要走那個旋轉樓 然後他在樓梯上不去三樓 那我就問說 旋轉樓梯 對那你這樣喝醉要怎麼下來 疊死 喝醉下不來 因為他那真的走那個 旋轉 嗨 哈囉晚上好 你看為什麼有學長跟美女Elsa 為什麼你前面就會多一個車位叫美女Elsa 他很有禮貌 哈哈哈哈 這狗腿啊 對 反正高雄的萬霸也是 我覺得很驚艷 旋轉樓梯到三樓 很驚艷 對到三樓 他也是走 他也是那種家家酒 很 就昭和時代 你只要想像那樣的感覺 就可以了 然後也是很老日本 對老日本的感覺 好 那最後一間就是花蓮 那花蓮是我那時候去花蓮喝咖啡的時候 然後也是一個朋友推薦我的 他叫做琴詩吧 他的酒也是很沒有酒單 鋼琴的琴 對鋼琴的琴 寫詩的詩 寫詩的詩 琴詩吧 所以有到花蓮的朋友也可以去 他在火車站附近 然後也可以去喝喝看他的調酒 這樣子 就這樣聽起來 感覺起來 平常白天跑咖啡公 我好像就泡酒吧 對啊 不然咧 生活不就這樣嗎 感覺起來 生活好愜意喔 沒有 喝酒 喝調酒也是訓練風味那種 真的嗎 真的啊 難怪我最近舌頭一直退一步 喝太少 喝酒喝太少這樣 真的好開心喔 大家如果想羨慕Elsa生活嗎 真的 連我都覺得很羨慕 為什麼我晚上都要寫文 為什麼都要寫台詳文 我也是有日間在寫文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下禮拜 四個禮拜我要去台南 如果大家有推薦台南的咖啡館 歡迎私訊給我 如果有新的素材 可以讓我去取材一下 那你有去過台南的凱西嗎 台南 凱西 看看台中嗎 台中跟台南各有一家 我沒有去過耶 是齁 因為它是那個雪茄館 我沒有很喜歡煙味 所以就一直沒有去 但是他們 台南的凱西 煙味不中 而且我為什麼要提到凱西 是因為 有兩件事實在太好笑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就打電話去凱西 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定位 那我就打電話說 請問你們要定位嗎 晚上12點多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一句話多好笑 他說 我們這邊是凱西喔 我們不是TCRC 我們不用定位 超可愛 超可愛 他說我們不是凱西 很幽默 我們不是TCRC 我們不用定位 然後我就笑翻了 你知道嗎 我就笑翻了 然後後來我去店裡面喝 你知道 然後我就 我喝第一杯以後 然後第一杯上來就已經很大杯 然後第二杯 你喝什麼 我第一杯我忘記了 我忘記喝什麼 但是我記得第二杯我印象 然後馬丁尼呢 大杯到說 我都快喝不完 沒看到這麼佛心的店 但你挑選這麼大杯很掃興耶 不會很掃興 你就喝得很暈 很爽 不會很掃興 你放心 因為很好喝 然後又很酒下超足 我沒看到這麼大杯 馬丁尼呢 我就一個人在那邊喝喝喝喝 喝到快受不了 所以喔 如果你TCRC拍不到隊伍 沒有我們可以打電話給凱希 對我問看 我說我要定位 他應該說我不是TCRC 然後一杯酒你可能就夠了 你可能TCRC要喝兩杯或三杯 凱希可能一杯就夠了 這比較省錢 所以你可以去凱希 我覺得還不錯 台南的話 好 好 介紹完了沒 介紹完了 要不然我們簡單複習一下 沒關係我明天會分享給大家 我有點亂 OKOK 明天有少會 整理一個小懶人包給大家看 如果各位聖誕節 還沒有地方要去的 沒有地方可以去 或是跨年對不對 趕快去打電話問一下 要不要定位 昨天那個小美不是說他們聖誕節在那個 Congress Congress有蠻有趣的活動耶 對啊 據說那個Congress還有 有明星 還不知道還有誰 他們可能會在跨年的時候 在Congress附近 可能會擺攤車 提供一些 那些紅酒 溫暖的飲品 讓大家邊跨年可以邊喝 你還是不錯的 對啊 可以關注一下那個Congress的粉專 還有 有明星 他們應該最近就會 跟大家講這個臨時的快閃彈車 好像有熱巧克力跟熱紅酒 好像是齁 我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成真 如果不成真的的話大家去敲碗 他們這麼愛錢應該還是會辦 開玩笑 就是硬緊硬緊 OK 希望今年跨年不要太冷 大家不要那麼痛 今年還沒冷到好不好 哪有 今天就很冷好不好 今天是寒流好不好 還好我們今天講的是那個 酒精咖啡 我今天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要秀給大家看 這叫什麼 你們看 這是什麼 很可愛吧 全台灣應該只有我有 對啊 真的超級可愛 而且你要把它攤開 而且你要把它攤開 你要把它攤開 你要把它攤開 攤開的時候最可愛了 攤開了 攤開的時候 這兩隻鳥在青青 天哪 有沒有很可愛 沒有很聖誕味 我們剛才講第二個環節了 我們就開始講一些聖誕氣氛的東西 你看 是不是很可愛 真的沒看過 真的太可愛了 這是白鴿綠子 你看有人知道啊 這是綠子耶 白鴿綠子 學長當次的老公公 感覺很適合 我今天是聖誕王 我不是在老公公 討厭 愛情鳥歷子也沒有錯 愛情鳥或是白鴿都可以 OK 聖誕做大腿許願 你要做誰大腿 他說我是聖老公公啦 小朋友會做我的大腿 聽懂 還好這裡沒有小朋友 OK 不好意思 浪漫喔 很漂亮 我們今天就會用這個來示範 愛情鳥歷子 然後他的尾巴 後面是兩個 你要尾巴 也是很可愛 這個買得到嗎 買得到啊 那看全台灣界我有進吧 呵呵呵 你怎麼發現他了 沒有啊 其實這個前兩年 是日本大地震的時候 他有為了震宅 而做的 真的啊 而做的那個 你看這邊 東北大地震這邊 可以看到 上面有寫 東北什麼什麼 復興什麼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實際上他有一點點做慈善的一點的 當初設計 為了這個設計的 嗯 所以蠻漂亮的 而且就是白鴿 白鴿 以前蠻有意義的 和平歌的 我們把那個 給大家看一下 獎品 然後他就是 其實這個濾杯呢 這個玫瑰基金濾杯就是這樣 放進去 他跟一般的錐形濾杯 完全是 吻合的 所以你看就變成這樣 漂亮漂亮 喔 美美的 放到濾杯的玉湖上面 啾啾 這兩隻鳥在啾啾 喔 看是不是 覺得好像蠻漂亮的 然後 這個組合就這樣 今天 聖誕節就是這個組合 覺得很美 OK 然後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些聖誕味的 一些 一些商品 對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 先介紹 這個 剛剛你講的這個 濾紙我剛剛講完了 對不對 反正是哈利歐出的 就是愛奇條濾紙 這個濾紙說實在是比較貴一點點 對 因為他一包包100多塊 但是20張而已 所以一張要五六塊 一張要五六塊 對 好玩來說 好玩 好玩 送一個晚上 送一個晚上 對 我名單語很爛 好差 名單語好差 對不起 我願意真的很差 好 OK 這是愛奇條的例子 所以如果各位 想要聖誕節 耍帥沖咖啡之外 還有一點點 好 那個 小心翼 就是耍耍帥的 這個是還是不錯的 大概全台灣只剩我賣的 因為一般人會解 會那個 災難過去 災難過去 白鴿雕來 橄欖枝 代表平安 哇 謝謝你 幫我們寫什麼安 哈哈哈 他上面有寫 有雕 橄欖枝嗎 好像有 沒關係 沒看到 OK 好 所以這是白鴿雕 然後 剛剛 你這個是要配這個嗎 那個 綠杯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 這個綠杯是台灣的 是台灣的綠杯 它是做成這個形狀 看起來很奇怪 看起來你不知道用什麼綠子 但其實用一般的追洗粒子就可以了 然後它是 鍍一層 銅 鍍銅的 所以會是這個顏色很漂亮 其實它的設計就是沒有那個底座 你不需要一般那個綠杯下面有一個底座 那它這樣兩層的設計就是 減少那個底座的 對 設計師的概念是這樣 就不用底座 就用一般的下骨 都是可以直接放上去 也不會 不會吃到那個 不會吃到你的咖啡本身 那包一包就可以當禮物了 是啊 很方便 真的蠻美的 如果你 然後這個是他還送一個 隨行袋 龍布袋 還真不錯 真的還不錯 台灣的品牌 對啊 鏤空 就是設計的蠻漂亮 那它其實你知道 我最喜歡它的東西是 它 咖啡粉放上去的時候 它邊邊看那個 咖啡粉的顏色很漂亮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展示 大家可以示範看看 展示一下 對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講 小裝服先講 這個 這兩款 白色跟金色的Fellow 因為金色也是比較有節慶的感覺 可以 你可以放在聖誕樹下面 有沒有 如果你還找不到 要放什麼東西 在聖誕樹下面 就放這個 可能很強眼 因為玫瑰金的湖真的是 就很少 很聖誕節 真的是聖誕節 然後另外一款白色就是 白色也是 真的是 真的也是聖誕味 這兩個都比較聖誕味 你說聖誕節做黑色飛龍就 就不像 對 比較不適合 女生 用這個金色的 它白色的 這是迷你的嗎 氣質真是好啊 這是迷你的 這兩個都是迷你的 對 我們今天就是 金的大的 我們之前也有 也是蠻漂亮的 對 白的也是 你說剛剛有人說 可以用法蘭龍嗎 可以用啊 反正它的角度 就跟一般綠質差不多 完全那個鑽石 對 是可以用法蘭龍 你可以當法蘭龍的架子 沒有問題的 對 然後今天這個是 Fellow的 Fellow的小迷你 其實Fellow小迷你 很好用 很好用啊 很好用 對 很好上手 如果你要練點滴法 或是用比較 用比較複雜的手法 Fellow的 金色真的是很好用 美翻 對 美翻 白色的你看 女孩子用這個氣質就很好 對 白色的 對 今天都沒有適合我的壺 今天都帶一些 女孩子用的壺 很美 真的是美翻了 OK 好 然後我們今天還帶了一個 節慶味比較重的 登登 這個是客氣 粉色 很粉嫩欸 其實 這也是限定版的顏色喔 這是限定版的 這平常沒有在販售的 蛤 你有滿色 我有啊 別的頭部是沒有的 因為我就跟客氣客氣凹啊 這個要Key個字幕 轉 沒有轉 所以客氣客氣跟我說 就在學校那個 那個是今年春天的時候 嗯 他學校我們要出 春天限定色 哦 就是若鷹粉 就是櫻花色 然後他就說你要 要不要 你要的話 你就給我切多少 嗯 就只給你賣 所以我就 不小心切很多 嗯 蠻漂亮的齁 你看中間有一個花 看起來看起來 對啊 一個花的顏色是很漂亮 這是很女孩子的綠杯 對啊 因為一般客氣都是那個深藍色 嗯 都是深藍色的綠杯 最紅的 其實這一款 它的燒的也是很潤色 對啊 好粉嫩 很粉嫩 很粉嫩 很聖誕節齁 然後搭配白色的搭配這個 這個 這個我幫你拿這個 金色也是蠻 白色的比較大 白色跟粉紅色 你看喔 這一組是在氣質 一個好金一個好粉嫩喔 覺得好快樂喔 因為各位如果那個 喜歡那個 玩器材 你就會覺得說 你有這麼多器材 這是一件快樂的事 這個時候你器材太多 你可能要怎麼想 要放在吧台 然後讓他那個畫面比較 漂亮一點 嗯 因為其實器材很多顏色嘛 嗯 像我們這樣的搭配就是一種 也是一種方式 算蠻厲害的 呵呵呵 所以好像 這個感覺真的不錯齁 我們今天待會 我們就會用這一套組合來 沖 今天的特調給大家喝 嗯 OK齁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這個 聖誕節的東西 或者是你聖誕節 真的要送禮啦 可以考慮一下 真的還是不錯的 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算是 這個比較實惠的 800多塊 800多塊 然後這個是1350 嗯 這個好像是3280 嗯 然後這個好像是2980 2980還2880 我真的有點忘記 少女貴婦是什麼意思 哪個是少女 這是少女嗎 這也是少女吧 這比較少女是不是 這是少女啊 好 整組都好適合我 那你是少女還是貴婦 呵呵呵 喜歡什麼頭髮啊 未來 喜歡嗎 呵呵 呵呵 爸爸買給你 是不是 呵呵 我很期待你今天做愛爾蘭咖啡 因為好久沒喝愛爾蘭咖啡 是齁 那我今天有這個 跟大家講齁 這個 大家如果嫌舊的是 應該的 因為這是 我的老東西 我已經用它用了快10年 10年老東西 好 然後呢今天我們 而且把妹就是用這個 沒有啦 他有一些要點火一些很炫氣的畫面 然後這個是愛爾蘭的咖啡用的架子 但是呢 愛爾蘭杯呢 我今天沒有帶愛爾蘭杯 愛爾蘭其實它有專用杯 但是其實你不用愛爾蘭專用杯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一般 只要尺寸 差不多的杯子 可以放上去酒架上面就可以 那這個是愛爾蘭的杯架 那我們今天會愛爾蘭咖啡會講兩種 一種是有杯架的 另外一種呢 是沒有杯架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杯架 一般來說是 你這個常常煮 你才去買杯架 因為這個杯架也不便宜啊 這一杯一架都要1500 如果你喜歡喝愛爾蘭咖啡 但是你沒有杯架的話 我這樣會提供一個沒有杯架的做法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先來做 做咖啡的基底 OK好 那咖啡基底我們用這個吧 我們今天先用這個鑽石 鑽石濾杯來為大家做 然後派出那個愛情面 愛情面 今天用 所以愛爾蘭咖啡 它的咖啡用手沖咖啡嗎 愛爾蘭咖啡用手沖咖啡 或是散用咖啡都可以 基本上 要濃縮的話 一定要做著美式 就是要加水 那基本上它不會 它不是非常非常濃的咖啡 會比一般的手沖呢 稍微再濃一點點 是嗎 OK 我今天用哥倫比拉豆子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沖煮呢 其實相對來說蠻簡單的 好 開始沖煮了 我們今天沖煮目標就是 要稍微沖濃郁一點點 但是我們果霜還是要維持正常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手法上面呢 給大家講一個比較簡單的口訣 好 好 這邊太充足了 首先呢 我們先悶蒸 悶蒸C數呢 是以50CC為主 好 42 43 OK 50CC左右的 可以再往前一點嗎 好 這樣 好 好 悶蒸大約50CC左右 然後悶蒸時間1分鐘 因為我們要做比較 比較豐厚的口感 嗯 比較主要的口感 所以我們沖1分鐘左右 OK 好 這畫面有 突然變得好可愛喔 哪個畫面 我說有那個愛情鳥的畫面 對啊 畫面好可愛 那畫面還有聖誕樹 我來做一下裝飾 好 然後悶蒸時間1分鐘 悶蒸時間1分鐘 愛情鳥真的蠻可愛的 愛情鳥真的蠻可愛的 然後待會呢 我們待會 給水的方式呢 就是以10 20 30 30 30 口訣 你要再說一次 10 20 30 40 然後30 好 我等一下做就知道 1分鐘了 好 所以10 好 第一個就是10 10CC 然後給它留完 然後接下來 再給20CC 中間 20CC 好 給它留完 看流速很快 然後第三個 給它留完 好 第三段 30 30 30 好 等它留完 好 然後第四個人是40 好 好 留完了 40 好 稍微繞一下 不要繞到它外面 維持在中間 這一段能做比較多的酸質 好 40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40 嗯 那就剛好240 那兩個40呢 原來愛爾蘭是用美式不是濃縮 愛爾蘭不是用濃縮 然後這兩個40要大水 前面都是中間小水嘛 這兩個40要大水 好 這樣 灌開 繞圈圈 好 最後這兩個40要灌開喔 繞圈圈 然後再一次 好 這樣留完 然後最後 好 灌開 繞圈圈 好大約是240左右 OK 很簡單 這個做法本身呢 會讓你的風味上面 比較濃郁 但是呢 又不會過分濃 OK 很簡單吧 就是10 悶蒸5CC 然後10CC 20 然後30 然後40 兩個40 兩個40 就這麼簡單喔 我看愛情鳥的栗子好 好可愛喔 你看它變這樣 變 濕了下面半變得有點 咖啡色咖啡色的 對 然後這個鑽石器杯就是長這樣 它鏤空效果會讓你的咖啡粉 覺得挺美的 嗯 然後這是我們的咖啡底 我們咖啡底 我們咖啡底準備好的時候 你先放旁邊 好 OK 我先喝一口 喝一下味道 等一下我先試一下味道 好 嗯 很濃 非常濃厚 這個做愛 對啊 稍微沖濃一點點 沖濃一點點就可以 然後這個做愛了 非常的好 然後呢接下來呢 是這個 幫我拿我的糖 謝謝 糖 放糖 對我們先做一個比較複雜的版本 好不好 好 對比較複雜的版本 對然後這個是杯架 這邊是酒精 對 然後我們原則上 我們酒大約是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的 威士忌 好 那我丟進去嗎 丟進去沒關係 好 你姐要塞巴嗎 大概是兩顆 一定要加糖 因為如果你不加糖的話呢 它的酒跟咖啡會 它融不起來 所以就不好喝 OK 然後OK 好然後再加三分之一左右的酒 好 三分之一左右的威士忌 當然一般是使用 三分之一耶 是使用那個愛蘭威士忌 但是你如果用一般的威士忌 其實也沒有關係 三分之一 居家我們就不要太複雜了 這樣 要超厚 再多一點點 好 這樣 好 可以好 然後呢 我們酒準備好了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 先 先點火 先開火 好 然後呢 把我們的酒 放到酒架上面 然後輕輕的轉 維持 不要讓它 一下那個喔 讓它稍微轉一下 然後等到我們的那個 讓我們的酒慢慢 冒煙的時候 冒煙的時候呢 要均勻的轉 因為如果你不均勻的轉 不用太緊張 唉唷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其實沒事啦 其實沒事 你看 看到火大家就有點怕怕 OK喔 輕輕的轉就好了 不要緊張 輕輕的轉 然後等到你的酒熱的時候 酒熱的時候 酒精的地圖來了 對 這個人真的很懂 上次也是你 酒精的地圖 然後等到酒熱了以後 好 來 這是有鮮奶油 植物性動物性都可以 這個 鮮奶油 要到多少呢 放進去要打 對 橫的直直 這樣 我開囉 開開開 沒關係 不要緊張 讓它稍微打發一點點就好了 比較有口感 這是很便宜的那個嗎 對啊 50塊一個啊 50塊一個 它已經有那個綿綿的感覺了 稍微打一下就可以了 它本來是液態 就很液態的鮮奶油 對 所以稍微打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這樣就好 不要打太 這樣好方便喔 對這樣就打好了 你們看 它已經有點像這樣 嗯 一定要用方糖嗎 因為方糖的方糖都可以 我剛好今天準備的是方糖 然後OK 我的酒差不多已經 差不多熱了 那個 我覺得很好玩 很有趣是不是 很有趣 然後我酒差不多已經熱了 杯子很燙喔 注意喔 好小心喔 好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稍微 過一下火 過火 好 稍微你的酒稍微移過來一點 然後過一下 就燒起來了 有看到嗎 沒有耶 有啊 很大的火啊 沒有看到 各位可能沒有看到 藍藍的火 火光 你手放這邊超燙的 手放上面 喔有有有有 就稍微過一下火 這是讓它溫度再往上下 讓它酒氣揮發一點點 然後你熱一下以後 它的口感會比較溫潤一點 比較好喝 OK 然後就稍微 可能鏡頭這邊看不太到 但實際上 裡面有那個 藍色的火光 其實燒得蠻烈的 喔 OK 那這個火要怎麼吸 好 我有蓋子啦 我有蓋子在放到旁邊而已 然後稍微讓它過一下火以後 然後搖一搖 然後搖彎以後呢 你覺得差不多了 你如果想要酒味淡一點點的話呢 你就用那個 你就可以燒酒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酒味淡一點點的話呢 你就燒短一點點 然後差不多了 之後呢 注意喔 拿你的咖啡 從上面澆上來 但是小心喔 往中間澆 如果 往旁邊澆會怎樣 你不要澆到杯子上 杯子容易裂開 喔 要注意喔 要從中間 把你的杯子容易裂開 然後OK 然後打得太綿了 對打太綿了 加一點原本的鮮奶油 好 或是用湯匙 好 攪一攪 然後最後呢 加鮮奶油 是不是有些人 是用冰的鮮奶油 這反正是冰的啊 對 反正是冰的 好 這個拿起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加入鮮奶油 把它鋪到上面去 你打太膨了 打太空了 沒關係 打太久了 不用打太久 讓它呈現液態的狀況會比較好喝 喔 來了來了 但是沒有問題的 OK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雖然你比較硬了一點點 就沒關係 軟一點點就比較滑順 那如果硬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很簡單對不對 對各位 其實比翔通很簡單 來喝一下吧 很簡單對不對 各位 很討厭 來啦請喝 小心杯子燙 好 我試喝看看 你試喝一下 蠻簡單的啦 那比例上面其實 你可以自由調配 看你要 可以喝深一點點 很好喝耶 你當然很好 很好喝 很好喝對不對 好喝 簡單又非常好喝的 一個愛人咖啡 打太發 打太發就多加一點 各位 超好喝對不對 是不是 好 你自己喝喝看 沒有騙人對不對 沒有在開玩笑 真的是好喝的 可能 你是用哥倫比亞的 哥倫比亞的 咖啡豆 然後你的手沖沖 容易一些些 然後加 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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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忌選好一點點 然後加方糖 然後過火 過火 它有一種 它就好溫暖 因為它真的是 有一點溫度的 好好喝 嗯 好喝 就非常 有點意料之外 是不是 好喝又簡單 OK 好 這個就是比較 大家看清楚齁 這是比較 複雜一點的版本 我們也可以用 比較簡單的版本 就是如果你很怕 杯子會燒壞 因為我說 我實話跟大家講 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練這個 我燒壞不好幾顆杯子 對 如果你很怕燒壞 或是你家裡面 沒有這個杯架 沒有這個 愛爾蘭杯的杯架 就是比較不方便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另外一個方式 好 好 我們這咖啡應該夠 我們咖啡應該是夠 我們就直接做第二次 那這一次我們請Elsa來 來幫我們做好不好 好啊 那就是你可以用你家的 可以微波的 的杯具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那個土耳其苦 哦 OK 不是像不同那款豆子 不是像不同 像不同那款豆子 本來就很久 加這個太久了 請問豆子要怎麼選擇呢 豆子原則上 我建議就是 有點酸質 但是不要非常酸 還是要有點酸質的 你也不要選完全深焙 我建議如果你選完全深焙的話 喝起來就少了一點點那個 果酸帶來的複雜度 所以它還是會有點酸酸 一點點小小 微微的酸感 對不對 不燒可以嗎 可以不燒可以的 酒精味比較重 你的比例要低一點點 燒的話呢 酒的香氣會比較揚 所以確實你燒的話呢 它的那個香 味噌劑的香氣 會更顯著一點點 但是我現在教的是一個 好好喝喔 比較不燒 它難得 覺得 酒精的地圖 發揮了 很好喝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如果你不想燒 或者說你 想要做安全點的做法 怎麼做 就是你可以用 家裡的瓦斯爐 如果你家裡是那個奶鍋也可以 小奶鍋 或者是你是用微波爐也是可以的 微波爐也是可以的 總而言之呢 就是先把你的威士忌先加進去 好 那一樣加糖 好不好 你用這個 你想像過是你家的鍋子 或者是你家的 你家的可以微波的容器 好 然後呢 你就用你 我們這邊是有點比較方便嘛 直播比較簡單一點嘛 對不對 嗯 所以好 方糖 然後方糖也是兩顆嘛 方糖或砂糖都可以 砂糖 砂糖或方糖都可以 這好像豆腐 用白蘭蒂就比較 艾爾蘭咖啡了 我們待會兒可以教用白蘭蒂的方式 對 但是用白蘭蒂的話是別的方法 兩顆 放下去 OK好 這會醉耶 我跟大家 它酒精濃度其實不少 這會醉喔 酒量不好的 好 各位油晃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火了 沒關係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好 然後我們就稍微 不是百負二十一 不是百負十二 成本超高 百負二十一 所以我們酒很好 所以 豆子也很好 所以就很好喝 也是一樣 裡面是威士忌 跟兩顆方糖 一定可以自己調配 然後讓它方糖溶解在威士忌裡面 然後冒煙為止 冒煙 這個就比剛剛那樣的方式比較好製作 比較在家裡比較方便 如果你沒有杯架的話 就比較簡單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 什麼 天島 天島 蠻簡單的 好 讓它稍微是水水的 是最好的 不用太 不用太 太 固態 好 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好像家中特 居家 居家的 它其實蠻快就會冒煙 還沒 再一下一下 就我們用這個杯子 好 好 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你用杯杯酒這樣不漂亮嗎 你要用 你還有那個玻璃杯嗎 沒有 對啊 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家庭版的 冒煙了 冒煙的時候 你要過火也可以 冒煙了冒煙了 你可以過火 如果你要過火的話 沒有 你不過火 今天不過火 就稍微再燒一下 如果你冒煙了 你不過火的話 那它再燒一下 讓酒精 再揮發掉一點點 喝起來會比較爽口一點 好 我看一下糖溶掉 溶掉 它就溶掉了 嗯 OK 好 稍微煮一下 或是用微波露也可以 用鍋子煮也可以 好 然後 收到冒煙了以後 就可以關火 關火 然後把酒放進來 放進去 OK 好 然後這次就比較簡單 因為你不用過火 然後呢 這是什麼糊 土耳其糊 然後來 倒進去 卡卡卡倒進去 全倒嗎 全倒 全倒 OK好 我想喝看 這樣是什麼味道 你喝喝看 先喝 搖一搖 沒有鮮奶油 真的是可惜 酒精好濃喔 是不是 有過火就比較 沒那麼濃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把那個 最後再把 我們的鮮奶油 鋪上去 鮮奶油 好 這次就是比較液態的鮮奶油 可以 OK 好 稍微搖晃線 OK 這樣子也是可以做成 比較居家版本的 愛爾蘭咖啡 那當然 有燒杯子 當然是比較帥一點嘛 對啊 但是這個版本比較安全 而且在家裡的話 也可以做 我先來喝一口 來喝喝看 這個果然是 沒有過過火的 這是比較烈 烈度殺到很多 嗯 滿烈的 它就是很 你入口就有很明顯的 酒味 酒味 那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重 然後奶香味比較 比較 比較balance一點 比較balance一點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要過火 如果你不過火可以再煮 稍微再久一點點 讓它的香 那個 再往上飄多一點點 就會更 爽口一點點 兩個都很好喝 兩個都很好 其實基本上 推薦大家可以在家 可以試試看 OK 所以這蠻簡單的 OK OK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用 客信禮杯 做第二支好不好 我們做皇家咖啡 皇家咖啡 皇家咖啡 OK 接下來我們要叫做皇家咖啡 皇家咖啡為什麼當初叫皇家咖啡 就是傳說中 傳說中吧 不知道是傳早附會 就是 拿破崙就很喜歡喝白蘭蒂 但他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他就硬要把它兩個 鬥在一起 那就是變成皇家咖啡 就是皇室在喝的咖啡 那個時候 OK 那我們一樣 先準備 你說你臉都紅了 我說威士忌它是古物做的 對啊 然後白蘭蒂它是 葡萄 葡萄蒸六的 所以風味上 差蠻多的 對 差蠻多的 白蘭蒂喝起來是比較清爽一點點 對 所以那你會選什麼樣的豆子 如果是用白蘭蒂的話 白蘭蒂的話 皇家咖啡就不用沖那麼濃 因為皇家咖啡它基本上 它只要加一點點的酒而已 所以它不需要沖那麼濃 不像那個 愛爾蘭咖啡 因為它有很多鮮奶油 所以其實基本上 而且皇家咖啡的酒精也不會加那麼多 對 原則上皇家咖啡大概是200cc的咖啡 然後配大概20到30cc的酒白蘭蒂而已 所以它的成分就酒中咖啡跟白蘭蒂 對還有糖 還有糖 這三個也算簡單 所以相對來說 愛爾蘭咖啡呢 你的咖啡一定要濃一點 因為你的酒很多 而且你的鮮奶油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做到什麼 就是你的咖啡的濃度 就是你的咖啡的濃度 跟風味要跟酒 還有跟鮮奶油能夠對抗 這三個如果1比1能夠做得好的話 就會很老喝 喔 對 皇家咖啡比較簡單 1比1啊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濃度你喝起來 口感上面 蘋果雞 蛤 他說蕾紅紅紅有蘋果雞啊 真的耶 我才有一點點 酒量很差 沒有 我妹妹罵酒量差了 我們 1月的時候 和Elsa還有其他的咖啡好朋友 我們要 要扮尾牙 到時候 如果Elsa喝醉 我就開直播 大家看誰 酒量比較差 自動休閒 真的 都喝酒好 臉好紅 覺得好 覺得很舒服 好 我們一定要用愛情鳥 屁股 愛情鳥綠枝 OK 喔 粉紅色也是好看 OK 放 你要沖嗎 你沖好了嗎 好我們水準備好了 90度的水溫 然後我們跟剛剛的做法是一樣的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我們就不要 不要做太複雜了 都做一樣的 好 那我們開始 剛剛口雀記得嗎 先悶蒸50CC 好 好 悶蒸 50CC OK 好 然後等一分鐘 等一分鐘 欸 這樣沒有看到那個 OK 好 這樣清楚嗎 愛情鳥 然後粉紅色的綠背 是很漂亮 很舒服 然後配白色 手中壺 真的是 這個組合有一點 一組 無法抵擋 對不對 真的是美美的 然後 買到自己很喜歡的器材 真的是 那種舒服的感覺 真的是舒服 器材控 對啊 器材控 然後等一分鐘 然後我們一樣是10 20 30 40 而且悶蒸一分鐘算蠻長的 蠻長的 因為我們這要做比較豐 豐郁的口感的話 我們就 特別做 這做比較 悶蒸時間悶長一點 香氣會比較足量 OK 好 還有 五秒 好 10 20 30 40 40 40 一樣的會 好 口訣 好 來 10CC 注水 10CC 然後 20CC 流完 再20 20CC 然後流完 那可以看他的那個排氣狀況是很好的 排水狀況也很好 好 然後再來 30CC 好 30 好 好 油完 然後 40CC 好 然後最後兩次呢 灌大水 也是各4CC 好 這次我研磨度比剛才調的稍微粗一點點 因為這次我故意做的比較不要那麼 不會那麼濃 然後40 好 灌大水 對 所以口訣跟手法是一樣的 一樣的 研磨度 對 研磨度比較粗一點點 比較粗一點點 這樣你就可以balance 不用一直修手法 OK 然後最後一個40CC 好 好 40CC OK 結束 很簡單 準備一個 愛心型的杯子 愛心型 什麼都愛心 我沒有很認真 我沒有很認真 什麼格西都準備好了 然後 愛心型的杯子 然後我今天準備一個比較特殊的湯匙 我的湯匙 這個 這個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用來架方糖的湯匙 對 有很多種各式各樣的形狀 那這個是喝另外一種 艾必絲酒的湯匙 艾必絲也是很可怕 不要亂喝 那很烈的酒 但是我今天拿來做 黃家開 黃家開啡有另外一種詞 是黃家池 對齁 但是黃家池呢 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用這個詞 這詞也是蠻漂亮的 樓空的造型 OK 那如果你喜歡甜一點的話 可以放兩顆方糖 如果你喜歡喝 比較太甜的話 可以放一顆方糖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呢 方糖 等一下喔 我們先放 先放酒 先放那個 先放我們的咖啡 咖啡 對 你咖啡先放後放都可以 嗯 你先放後放都可以 OK 下面是黃家咖啡 我們先來放 對 黃家咖啡 我們先來放方糖好了 一顆嗎 一顆好了 我們說一顆就好了 一顆 這麼晚了 不要喝太甜 OK 一顆 然後呢 呃 白蘭蒂 各位 各位 我覺得他最 呆了 他有點呆 我不知道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來你們自己家 然後淋在方糖上面 請問他這個好差喔 最好差 我沒有 淋在方糖上面 然後慢慢的 輕輕的讓他吃進去 要淋多少 淋個20CC3CC 這樣 好可以了 淋在方糖上面 對 是為什麼 然後呢 接下來呢 然後你就要 要燒 我們要燒糖 燒糖 大家現在看 他現在在燒方糖 對 他 好像方糖上面一直有那個在 有火會在冒這樣 對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嗎 上面火 可能看不太到 放到上面會有火在冒 可以看到放到一直 在波羅波羅在冒 對不對 因為上面吃了酒精以後 你點火它就會開始燒起來 哦 都可以 所以這是要為什麼要酒淋方糖 淋方糖 然後等到 等到它稍微燒一下 燒完一下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 等到它的酒 如果你要燒酒一點點的話 它就一樣是酒會比較飄掉比較多 嗯 然後完了以後 你就拿你的 剛才做好的咖啡 從上面到下面這樣 然後把你的方糖融掉 方糖就融化囉 然後融掉 嗯 哦 倒出來一點點 利用剛剛的小沖咖啡 然後澆在方糖上 然後方糖就會整個溶解這樣子 對 然後 倒滿以後 嗯 然後用了 對也可以用噴槍 可以用噴槍嗎 用噴槍 用那個烤壽司那個 不用 其實用打火機就可以 因為它 打火機 不太需要說一下子用太大的火 它只是只要讓它過一下火 然後用你的攪拌池稍微攪一下 嗯 讓糖融融在裡面就可以了 我看它說什麼 艾畢斯美國不能賣的酒 店有人把水口水倒掉 哦 是喔 紅魔房嘛 對不對它是說紅魔房的劇情 哦 現在已經艾畢斯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嗎 你說這是紅魔房的劇情 現在是可以賣的 對 因為以前它裡面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成分 嗯 所以那個 好我看看酒味重 你說哪一個 酒味重嗎 是說艾畢斯嗎 還是 嗯 它已經用 感覺很濃 因為剛剛 蠻濃的 因為你 我覺得還好 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愛爾蘭咖啡 比較得我心 比較水性 那個 這有點甜 你覺得有點甜 我覺得蠻好喝的 就是白蘭蒂的味道 所以我喝一口 你喝喝看 對 可能因為白蘭蒂它的果香味 比較重一點 比較重一點 嗯 我覺得好像 糖可以再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一顆很炭 一般都是一顆方糖 對 那是 你可能酒喝比較重 哈哈哈哈 酒喝比較重 那這個是 皇家咖啡 但其實也蠻好喝的 也蠻好喝的 對 比較甜一點點 然後酒味不會很重 如果怕酒味 怕酒味重的人 可以再把酒量 再減少一點點 我覺得已經很重了 真的有酒鬼 我覺得好可怕 哈哈 OK 你可以和你的愛人 我喝我的 皇家 老師今天示範的皇家 各位聖誕節 聖誕節快樂 快點快樂 我們兩個禮拜 不跟大家不打招呼 對啊 下次直播是兩個禮拜後 兩個禮拜後了 直播最倒的youtuber 哈哈哈哈 待會就昏倒在旁邊 待會如果他昏倒 就繼續開直播給大家看 就看到我一個人死在那邊損 然後人數馬上飆高 畫完臉幹嘛的 真是狠欸 然後兩個都我覺得蠻喜歡的 我自己蠻喜歡喝喝皇家的啦 那皇家如果你們覺得想要再不提 高粱啊 高粱 高粱適合嗎 昏倒 先說如果你想要那個 因為這個杯子比較小 如果你想要那個 如果你要 不甜一點的話 就咖啡可以放多一點點 或是糖會放少一點點 但是我原則上 大概是20到30次的酒就差不多了 嗯 你要喝很醉 可以放50 哈哈哈哈 自己調配 自己調配 都是蠻簡單的調酒啦 那其實 酒跟咖啡的結合 在歐陸啦 我覺得在歐陸是非常非常風行的 嗯 那各式各樣的酒都有加 加咖啡的方式 我會非常非常多種 我還會加陳啤酒的 陳啤酒 陳啤酒 對叫馬車夫咖啡 是加陳啤酒的 那我還會加檸檬酒的 檸檬酒可以做熱的 也可以做冰的 嗯 對有非常多種各式各樣的那個 我哪有開始斷片啊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調酒咖啡 如果各位很喜歡調酒咖啡 這個主題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以後我可以多升幾款 大家 學長很多寶可以挖 想看學長畫臉 不然那個 下過兩週我們就來玩 一邊吃連菜 一邊吃連菜一邊畫臉 猜拳 輸的畫臉 好不好 你敢跟我玩嗎 我敢喔 他好狠喔 我這條例有人挑戰我 好了 那你要再跟大家講一下今天介紹的那個 氣劇嗎 好 沖煮的是這個粉紅色的客氣客氣 客氣客氣 客氣客氣的這個系列還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用的 想看更多款式的咖啡酒 OK 有人說學到很多東西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不嫌棄我們兩個在那邊 暈暈的 咖啡咖啡都太濃了 我都不能開車 OK 然後這個是客氣客氣的 那個 器材都已經忘了 真的是有一點 算是客氣的限定版的 洛櫻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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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櫻花洛櫻粉的這個 如果各位聖誕節想要買來送禮物的話 可以很漂亮 那個 反正留言 人家都能收到學長的表單 就是支持一下 學長這個聖誕節神機 可是 洛櫻粉很漂亮 客氣客氣的結構 如果你喜歡用Core 或是你喜歡用V60 他們其實都可以學學看 用不同的濾杯 用六熱的結構 客氣的結構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好了 這個是 玫瑰金的 鏤空的鑽石鯉杯 很漂亮 台灣做的 台灣設計這個設計的 是蠻厲害的 對 然後他是 不鏽鋼鍍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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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搭配濾紙的效果其實很好 就是這樣側面的鏤空的 狀況是很 蠻漂亮的 然後這個 也是不錯 配一個這個 我是迪塞 他都覺得我喝醉 很討厭 很討厭 好煩喔 你們 我臉真的很紅欸 對啊 臉好紅喔 我臉真的很紅 怎麼酒量這麼差 現在其他酒量這麼差 好啦好啦 OK 我現在可以呼吸了 可以了 適量多了 就是剛剛 濾杯講完了 然後還有這個 先講這個 好 這個是愛情鳥栗子 愛情鳥栗子 很可愛齁 裝鼻子氣 OK齁 好 給你 給你齁 可以看一下愛情鳥栗子 然後打開去身上 這樣子 對 兩隻鳥 愛情鳥或是白鴿栗子都可以 對齁 很可愛的白鴿栗子 衝起來剛才可以看到效果 對不對 實在是有點浪漫啦 對對真的是不錯齁 想耍浪漫的齁 可以齁 現在還有機會 你們還有機會表現 還有小小的 說到小小的 還有十幾天 還來日期買齁 OK 然後還有兩個手裝壺 對 兩個手裝壺 一個是這個 兩個手裝壺 美美的齁 是Vello的一個是 玫瑰巾 應該是白色的 對齁 要討好那個 欸 縱輪 昨天一起吃飯 感謝你們有看我們直播 謝謝你 鞠躬 昨天是咖啡老人同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旁邊做的是 新科冠軍 那個義式咖啡 義式咖啡的新科冠軍 世界冠軍 對就是不好 不好意思在她面前失態了 我昨天有跟她抱歉一下 這樣子 你失態什麼 就一直說人家很帥 馬上少女星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 整個都大爆發 做Elsa旁邊 直播還要喝酒 真難賺 沒有再賺錢了 開玩笑 你就直播會賺錢 這麼好就好 好浪漫 難怪學長會醉 你說這些東西 沒辦法 就是對器材就是那麼的有愛 我絕對不是因為喝酒喝醉的 OK 就這樣 對我們今天 如果聖誕節 你們想要搶器材的話 OK 可以討好一下 愛人 OK 手沖壺好漂亮 手沖壺 開玩笑 精挑細學 OK 大家聖誕快樂 那今天兩款 應該都記住了 那那個手法也記住了 對不對 手法如果忘記了 看回放 看回放 我已經喝醉沒有辦法再沖了 他會手會 那個 水會沖 沖出來 完蛋 講話都不輪轉了 真的是 OK 然後兩款 兩款愛人咖啡跟皇家咖啡 那如果你有杯架 如果你喜歡杯架的話 去買一組一千多塊 對 如果你沒有杯架的話 建議你不要燒杯子 對 因為你沒有杯架的話 你燒杯子很容易燒壞 很容易燒壞 因為那杯架就設計好給你說 讓你可以轉杯子 要不然的話 如果你 你在轉那個杯子在燒的過程之中 你沒有一直旋轉的話 他的玻璃受熱不均勻 很容易裂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喜歡 真的很喜歡愛人 覺得哇靠 每天燒它我就覺得很快樂 你可以去買一組一千多塊而已 然後有愛人專用杯 那我今天沒有帶愛人專用杯 那我今天沒有帶愛人專用杯 但是其實一般的杯子也是可以用的 那是不錯的齁 那愛人它們很好喝 如果你比較嫌麻煩 或是比較怕危險 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用剛剛用的那個奶鍋也可以 或者是用這種 這種 微波也可以 直接可以加熱 直接可以加熱的 那你讓酒精燒酒一點點 那酒精會發掉以後 一樣它的風味還是很像的 最後記得鮮奶油 如果你可以買那個 如果你們懶得自己打 可以買那個直接噴嘴的 超市有賣那個直接噴嘴鮮奶油 它是喝起來口感比較固態 但實際上 因為你放到咖啡上面的時候 它很快就融化了 所以其實用這種的話 用這種液態鮮奶油 它是喝起來比較滑順一點 然後配合這種 你用手打也可以 其實你用手打也可以 其實它不用打太 真的不用打太 一下一下就好了 5秒10秒就夠了 你用手打也可以 都是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口感 那皇家咖啡就是用方糖稍微加在那個 很開心跟兩位同桌用餐 哎呀好害羞啊 OK 好,我們也很開心 對啊 我們都在臉笑味 我很想問很多話這樣子 下次有機會可以專訪你嗎 哈哈哈哈 馬上來邀高 對啊 OK,我們爭取好了 我們爭取好了 我們 我們 兩個直播 第一次延遲要爆表了 蛤? 就是我離開 哈哈哈 請他來 哈哈哈 我們直播延遲就要爆表 哈哈哈 因為本來都是 你是延遲擔當對不對 對 他一來的話 我們延遲整個爆表 那我們整場兩個小時都不用說謊 沒有人家去 那個眾人去義大利家 繞了一圈回來 來有比賽 一定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 我知道啊 我沒有說他沒有經驗啊 我只是說他顏值爆掉而已 是啊 哈哈 那是咖啡王子 咖啡王子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OK齁 差不多了吧 OK齁 那如果兩 剛剛兩種 兩種咖啡 各位有興趣的話 聖誕節很快 真的可以做給自己喜歡的 自己不是喜歡啦 自己親愛的家的 親愛的朋友們喝喝看 有一天酒精有點文燻 蠻適合的 真的很不錯齁 但是千萬要注意不要像我喝到這樣齁 然後待會要睡在這裡 就是要喝到這樣 不然呢 剛剛好是不是 剛剛好啊 OK今天真的超high 然後我們休息兩個禮拜齁 休息兩個禮拜齁 下次就是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齁 然後下次就是開那個直播吃年菜 然後咖啡路菜 下次我們換新的攝影棚 好 就是 有鍋子 那要穿那個 圍裙 馬化是不是 拜年 拜年大家新年 欸那是農曆年啦 好煩喔 我們兩個喝醉很開心 很開心 OK 好了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啦那就這樣了齁 那我們就明年見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快年快樂 掰掰